所謂的素養 這個是考試的大熱門 就學測很喜歡考這類型的問題 給他兩個贈 就讓我來教你 處理這種問題的一些內功心法 他其實不會很難 他這個題目是這麼說的 服用止痛藥呢 經過H個小時之後 殘留在身體裡面的量 會變成原來的Y變 然後根據常識 殘留在你體內的那個藥量 是會變多還是變少 當然是變少 因為你身體會把它代謝掉對不對 他說呢 這個倍數還有這個H時間 有一個關係 他用數學符號去把它表現出來 Y等於二分之一 的幾次方 我看一下 四分之H次方 我跟同學講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有時候他題目會看起來非常複雜 裡面從時出現好多代號 你一看就眼花撩亂 我教同學一個小小撇步 拿出你的筆 在Y這裡畫個底線 你把每個代號 它代表什麼意思 用鉛筆把它寫下 這樣子你比較不會亂掉 請問這個Y在這個題目裡面 它扮演什麼角色 你看個Y Y它上面一定有寫 他說Y就是殘留在身體的 要量是原來的Y倍對不對 所以這個Y是個什麼概念 是個倍數的概念 寫上去喔 好 那你把H圈起來 請問H在這個題目裡面 扮演的是什麼角色 他說經過H小時對不對 所以這個H代表的是什麼 代表的是時間 這樣有了解嗎 然後這樣子我們就可以開始來做這個題目囉 第一題 他問你說 殘留在體內的要量 是原來的六十四分之一倍的時候 我們會認為這種情況叫做代謝完成 那麼服用一顆止痛藥 至少需要幾個小時才能代謝完成 我們這邊叫我來假設一下 設 經過 經過T個小時好了 T T個小時 可以代謝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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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我們假設T 經過T個小時可以代謝完成 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來看這個東西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來看這個東西 2分之1 的幾次方呢 4分之T次方 對吧 經過T小時吧 T個小時 T是多少我不知道 經過T個小時會代謝完成 根據題目的意思說 代謝完成 那就代表你的要量變成原來的幾倍呢 六十四分之一倍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傢伙應該是多少 你的倍數應該是多少 就六十四分之一嘛 就這樣子 這個式子就寫出來了 我們就準備要算T 然後就可以得分了 這樣你聽懂嗎 對吧 你的Y這個倍數現在是六十四分之一 代表這個時候是代謝完成 要經過多少時間才能代謝完成呢 不知道 假設經過T小時 所以這個H你就把它換成T 我現在想知道T是誰 這樣好嗎 這個題目做到這裡 其實已經差不多了 同學我問你一件事情 六十四分之一 他是二分之一的幾次方 你相信嗎 其實有些同學 會不小心算錯這個小數 這個小地方 請問你 二分之一的幾次方 是六十四分之一 是八次方嗎 四次方嗎 還是六次方 是六次方 寫上去 是六次方 對吧 好 那你就比較一下 左右兩邊的結構 發現 四分之T 是不是應該要等於六 四分之一 四分之T 等於六 所以請問你的T是多少 四乘六 二十四 哇 第一題結束了 這一題的結論很簡單 請問你服用一顆止痛藥 要經過幾個小時才能代謝完成 二十四個小時 對吧 所以止痛藥不要太常吃 對不對 這會造成你的身體的負擔 你的腎臟啊 什麼的對不對 要代謝這個止痛藥 要經過二十四小時 才會代謝完成 這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對不對 這是第一題喔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二題 第二題跟你說 有一個人啊 他吃了一顆止痛藥 三天之後 殘留在體內的量 是原來的幾倍 好那我們就射啊 來射一下 射 留在體內的量 是原來的 是原來的 叫做y' 好不好 這個y'是誰 我不知道 對吧 他說吃了這個藥經過三天 那我的藥量會越來越少啊 對不對 經過三天之後 我的那個殘留的量 是原來的幾倍呢 我不知道是幾倍 叫做y' 好不好 根據題目給的這個數學是喔 我們應該可以寫出來 y'會等於什麼東西呢 會等於2分之1的幾次方 4分之h對不對 f 他說經過三天喔 這邊要寫時間對不對 W是小時 一天24小時 三天是幾個小時 72小時 所以這邊要寫多少 72 這樣你有沒有問題 72除以4啊 這樣懂不懂我在講什麼 經過72小時嗎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算出來結果是多少呢 這個會變成 2分之1 欸 請問72除以4是多少 嗯 414 48 32 18嘛 2分之1的18次方 所以你看喔 這個藥量是越來越少 你吃一個止痛藥三天之後 殘留在你體內的那個量 是不是2分之1的18次方 這已經很小很小 小到不行了對不對 很靠近零 不過這邊要跟同學講一件事情喔 有的時候答案型這個沒有關係 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 他可能需要你把2分之1的18次方 把它算出來 那你說老師你是瘋了嗎 這個東西怎麼算 我算一次給你看喔 這個東西如果我把它寫成 2的18次方分之1 請問你有沒有意見 這樣寫你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喔 你說老師我還是不會算啊 2的18次方是丟到喔 怎麼算 來我教你喔 你可以把它拆開 2的18次方我可不可以寫成2的十次方 再乘上2的幾次方 欸 知道我在揭露嗎 指數率第一條 他可以寫成2的十次方乘2的幾次方 八次方 你知道為什麼我故意要這樣寫嗎 為什麼要拆成這兩個 為什麼不拆成別的 原因很簡單 因為我假設在座的各位同學啊 對2的十次方有一定的了解 你們在國中應該大部分的人 都知道這個常識吧 2的十次方是多少 蛤 2連續乘10次欸 10個二相乘 這個出來是多少 1024啊 對不對 常見的嘛 對吧 你說老師我不知道咧 不知道自己乘一下 對不對 這也不會怎樣 2的八次方多少 六十次 128 256 到底2的八次方是多少 256 寫上去 好了 那這個題目就變小學數學 1024乘256分之1 那你就算算看喔 好不好 自己找時間算一下 我剛才在別班他們有幫我算喔 他們說算出來答案是 262144 262144 262144 算41 那你們可以去看一下他們算的對不對 應該對啦 他們有RN計算機 OK 這一題沒有問題對不對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準備進入這個章節的最後一個主題 這個主題講完我們就 就要進入最後一個章節喔 來請看到課本 這是六十三頁嗎 好 等下這裡有名記喔 大家要記得寫 我們接下來要來介紹 所謂的實數指數 講到這個實數指數啊 我可以很明白跟同學說 很多學生只會算數學而已 他沒有正在了解數學的內容 我這邊寫個東西 同學你覺得這個世界上有沒有一個東西 叫做二的分號三次方 你覺得高中生能不能學二的分號三次方 這個概念 答案是可以 當然你對一個國中生說 二的分號三次方 他只會覺得你在講什麼啊 二的平方就是二乘二 二的三次方就是二乘二乘二 二的分號三次方 他真的有這個東西嗎 我可以告訴你 真有這個東西 我等一下會解釋 然後我這邊再寫個東西喔 請問有沒有 負一的分號三次方這種東西 有沒有這種東西 我告訴你 在高中的階段裡面 沒有這個東西 你要學到高等數學 才會出現這個概念 所以你可以先把它寫下來 然後打個叉 在我們高中的階段裡面 根本沒有所謂的負一的更號三次方 這個概念 這個在高中是不會學到的 所以我們說這個東西是怎麼樣 高中是不處理這個問題的 不處理這個問題 好不好 當然你會想說 為什麼沒有 那就是程度的差別 我現在要告訴你 這個東西怎麼定義出來 仔細聽喔 這裡有一段文字 要拜託總可以寫一下喔 我們要來做了 先來做一個問題 就不是說 好 很可憐 快點 現在我們要去做一個問題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寫這個我看一下有沒有100個字 應該沒有 應該只有幾十個字而已 這個寫上去齁 數學不是無中生有 好不好 你知道學數學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有些同學根本沒有搞清楚觀念 然後就瘋狂做題目 瘋狂做題目看一下答案 喔對了 我好棒棒喔 我考試可以考100分 這其實是一種錯覺 你只是在做一種練習 然後你一直不斷的去熟練它 通常這種學生你才問他說 複一的根號三次胖有沒有這種東西 他通常都會愣住 他會想說好像有吧 沒有嗎 真的沒有嗎 真的不可以有這種東西嗎 這個要到高等數學才有辦法去處理 高中生不處理這個問題 好不好 好那我們現在呢 仔細來講一下這個概念 對於一般的無理數R 好 我們這裡用一個很直覺的方式 什麼方式呢 逼近的方式 什麼叫逼近 逼近就是逐漸靠近 你要多靠近就有多靠近 我越來越靠近你 就是逼近 這樣好不好 你的敵人逐漸逼近你 你有沒有那種感覺 打線上遊戲的時候 天啊我們被包圍了 敵人逐漸逼近我們 就是敵人離我們越來越靠近了 趕快抓起來了 好那我們就說 那要怎麼樣去 用逼近的方式去定義 A的R次方的值呢 那我們就看一下喔 R是一個無理數 如果你能夠找到一個 有理數的數列 有理數的數列 去逼近這個R的話 那麼你在數學上 你就會發現 A的R1次方 A的R2次方 A的R3次方 就會慢慢的逼近A的R次方 真的會有這件事情 你說老師這樣講太抽象 我有點聽不懂啊 來 譬如說我以2的更號3次方為例 來 2的更號3次方 你說老師2的更號3次方是誰 我不知道對不對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一件事情 我們對更號3其實蠻有理解的 更號3大概是多少 你說 欸 更號3大概是多少 你應該有記啊 1點多少 1點7 3 2 0 0 對不對 後面還有好多東西 其實這個地方應該寫的 對吧 1點7 3 2 0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啊真的有這種東西嗎 真的可以有2的更號3次方 這種東西嗎 那沒有關係 數學上就跟你說 欸 我們用逼近的方式來感受一下 我們先來算2的一次方 來同學你看到這邊 2的一次方可不可以算 可以啊 2的一次方就是誰 就是2啊 欸欸欸這沒有問題啊 然後你再往後逼近喔 來 2的1點7次方 你說老師 這個世界上真的有2的1點7次方這種東西嗎 當然有 來請看這邊 2的1點7次方可以寫什麼2的幾次方 10分之多少 17次方 那你說老師 這個2的10分之17次方有規定嗎 有 我們之前已經規定過了 這個東西是誰 欸 請問你這個東西是誰的17次方 欸 你知道嗎 10次更號誰 10次更號2的17次方啊 對不對 我如果說我今天比較高短一點 我在問你說 欸 請問喔 10次更號2這個東西是誰 欸 你能夠回答我嗎 10次更號2這個符號 在數學上是什麼意思 它代表的是x次方 等於2的什麼東西 的唯一正更喔 這個方程式有10個根 它只有一個大於0的正根 有一個大於0的數字 10次方之後會等於2就是它 真的有這個數字 你把這個數字在17次方之後 就會得到2的1.7次方 漂亮喔 我等一下電腦算給你看 這個沒有辦法用手算 這個用手算會死人的你知道嗎 好 然後你說老師 這個東西 接下來呢 來你看喔 如果你算出2的1.7次方 可不可以算2的1.73次方 當然可以喔 請問2的1.73次方 就是2的幾次方 欸 有限小數可以畫成分數啊 是100分之多長 173啊 這有什麼問題 這真的可以算啊 然後甚至 這下一個2的幾次方 1.732次方 它就是2的 來 有限小數畫成分數 1.732畫成分數是多少 欸 1000分之多少 1732 是不是這樣子 好 然後你就點點點 你就觀察說 如果你一直不斷的去取它的近似小數 最後真的能夠得到2的根號3次方嗎 真的可以嗎 真的可以嗎 答案是可以的 好 數學上告訴你說 你透過這種逐漸逼近的方式 真的可以去定義出2的根號3次方 它的值是多少 那現在呢 我帶同學 用電腦來驗證一下 這些數字真的有越來越逼近2的根號3次方嗎 要讓你感受一下 來幫我拍一下我們的電腦節目 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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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同學幫我看一下 我這年紀大了 這個 有些字看得比較小 我應該要開一個網頁 來我要看2的幾次方 1.7次方 來2的1.7次方 來大家幫我看一下大概是多少 來看一下3.24901 差不多 來我寫在這邊 你先幫我拍電腦沒關係 來這個同學看黑板 這個大約是3點多少 3.24901 0.1有沒有 2的1次方就是2 2的1.7次方 3.24901 漂亮啊漂亮啊漂亮啊 靠近靠近對不對 來再來 2的1.7三次方 來我用電腦 我寫一扁號 2的1.7三次方 來看一下 2的1.7三次方 3.31728 漂亮喔 來這個是3.31728 再寫一個 2的1.7三二次方 再來一個 2的1.7三二次方 再來一個 2的1.7三二次方 3.32188 3.32188 3.32188 來 那個可以不用拍電腦了 拍黑板 來 同學 我要你感受 高中生就是感受 來 請看這邊 來 所有人請你看這邊 請問你喔 你觀察 2 的 1 次方是 2 對不對 2 跟 1 點 732 有一點距離 對不對 所以我用 2 的 1 次方去模仿 2 的根號 3 次方 模仿的效果不是很好 對不對 然後呢 來 我們取到小數點 2 第一位 2 的 1.7 次方是多少 3.24901 大約 然後 2 的 1.73 次方 越來越靠近喔 我盡量找這個有限小數 讓它的位數增加 逐漸逼近根號 3 來 請問這個是 3 點多少 3 1 7 2 8 再來是 2 的 1.73 2 次方 3.3 2 1 8 8 請同學觀察這幾個數字 從 2 變成 3.24901 從它 再變成 3.3 1 7 2 8 從它 再變成 3.3 2 1 8 8 請問我的數字 有越來越怎麼樣的趨勢 是越來越大還是越來越小 還是數字沒有規律 越來越大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數字越來越怎麼樣 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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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你會發現它增加的幅度好像有減慢對不對 從 2 變成 3 點多 欸 好像多了一些 可是 3.24901 變成 3.3 1 7 2 8 多一點點 啊 這個又比它多一點點 數學上呢 可以證明 最後你這個東西啊 會越來越靠近它 啊 這個真的有這個數字嗎 有 2 的 根號 3 次方 我用電腦上給你看 真的有 這個 當然高中生不處理這個問題啊 但是真的有這個教育 來 2 的 根號 3 次方 哇 它真正的值是多少呢 嚇死了它 你有沒有看到這一整排都是 我們舉一下 3.3 2 1 9 9 7 我舉近四指就好 好 那個同學請看我這邊 我這裡已經講得差不多了 無理數的次方怎麼定義 很簡單 用一個有理數的數列去遞進它 對不對 好 找有限小數 慢慢慢慢的逼近 我們發現它最後會越來越靠近某個數字 那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就真的可以把 2 的 根號 3 次方 把它定義出來 它真的是一個數字 哇 高中生這樣學就好了 太棒了 感受一下這樣可以嗎 那一旦定義了這個東西之後 接下來有兩個重要的關鍵 謝謝你要請同學寫上去 寫一個 T 在你的課本上 來寫上去 這個 T 的第一點是這樣 來 數學上可證 可以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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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要请同学写一下 或者你在课本上找到他对应的位置 把它画起来 数学上可证明 但高中生没有能力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这边只能告诉你这个结果而已 数学上、科学上、科学家证明了这件事情 透过这种逼近的方式 所定义出来的 这种所谓的无理数指数 依然会满足指数率 指数率一样是对的 你这样子定义是非常好的定义 它不会破坏指数率 所以你可以放心的使用指数率 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细节 第二个要注意的细节 我再帮你写一下 实数指数 它是用 有理数指数 实数包含有理数跟无理数 所以我们这边特别针对的是一般的情况 是用有理数指数来逼近的 因此 因此 白石数 指数 它的底数 限制 限制 喔 OK 寫那麼多 可是我覺得我已經講得差不多了 然後等你喔 這有點難啦 這個說句實在話 這不是每個學生都能夠去處理這個問題 我們的時數指數啊 就是你的次方不管是有理數還是無理數 尤其是這種無理數的情況 比如說請問你有沒有二的拍次方這種東西 剛剛有沒有這種東西 有沒有這種東西 有沒有二的拍次方這種東西 當然有啊 二的拍次方怎麼定義 大家都知道拍大約是多少 3.14 1什麼 159 多多多多多多多 都在寫都寫不完的那一種 那二的拍次方怎麼來 數學家就告訴你 你要算二的拍次方對不對 很簡單 先算二的三次方 二的三次方叫做八 然後接下來 八 二的三次方跟二的拍次方這差的有點多對不對 可是沒關係 接下來你可以算二的幾次方 3.1次方 接下來算二的三點多少 14次方 你可以一直不斷的去算這個東西 二的3.11次方 二的3.14次方 二的3.141 二的3.1415 二的3.14159 你會發現你在算這些東西的時候 它這個數字是有規律的 會慢慢的靠近某一個數字 按著你慢慢的靠近那個數字 我們後來就把它規定成叫做二的拍次方 天啊 竟然真的有這種東西 對不對 聽懂這個意思嗎 對吧 那從這邊你就發現一件事情 這種次方是無理數的這種形態啊 它是透過我們之前學過的東西來定義的 之前學過什麼 有理數指數喔 對不對 有理數指數來逼近的嘛 可是我們之前在學有理數指數的時候 我們講過喔 我們的底數一定要怎麼樣 底數一定要大於0喔 對吧 我們根號裡面一定要放大於0的數字 所以你現在這個東西是由它來定義的 那你當然跟它有一樣的限制啊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高中的階段 請問你有沒有夫一的拍次方 有沒有這種東西 沒有 沒有 高中生不會遇到這個問題 如果你說好有 我老師我覺得有 好你定義給我看 這怎麼定義 這怎麼定義 你次方如果是有理數的話 你底數本來就大於0 這個東西你怎麼定義 沒有辦法定義的 我們不去處理這個問題 這樣聽懂嗎 好啦 差不多差不多 講那麼多 我們來實戰演練一下 做題目 來 我們看一下 如果以一般處理問題的角度的話 我們做題目 來幫我拍這邊 我看一下 我們現在終於到了可以大量練習題目的時間 來 來請你直接翻到課本的第65頁 哈囉 來翻到65頁 做題目也是挺重要的 可是你不能只會做題目啊 對不對 來這給他兩個讚 他說請你利用指數率 求一下列各式的值 第一題 算給你看喔 二分之一的幾次方 一加更號三次方 再乘上 二分之一的幾次方 一減更號三次方 來那個同學你看我這邊 如果你跟一個國中生說 這個世界上有一個數字叫二分之一的一加更號三次方 他一定會生氣 因為他一定覺得這個東西什麼鬼啊 四方怎麼可以有更號 可是我們現在是不是已經規定了 對吧 二分之一的一加更號三次方 我只要找到一個有理數 一個有理數的數列去逼近一加更號三 我就可以去完成這個定義了 對不對 既然都定義好了 而且要滿足指數率 我們就可以直接用 請問我現在用指數率的第幾條呢 指數率只有三條 同底相成的時候次方會怎麼樣 相加 所以你告訴我這個次方要怎麼寫 一加更號三 然後再怎麼樣 再加什麼 跟著寫一加更號三 再加什麼 一減更號三 指數率第一條 你忘記了嗎 指數率不是有三條 這是第一條 同底相成的時候次方會相加 請問你 根號三更數 根號三是剛好為什麼數 相反數 是不是就沒有了 所以這個東西經過你的化解 他是二分之一的幾次方 沒講話 這二分之一的幾次方 一加一是二啊 二分之一的平方就是多少 四分之一 簡單啊 真的啊 你定義好了之後 這每一題都能算 來第二題 第二題它長什麼樣 哦長這樣啊 九的更號二次方 然後外面在幾次方 外面在二更號二分之一次方 漂亮啦 這個東西 你像這個 請問有沒有九個更號二次方 有 我們已經定義了 有啊 有定義了 對不對 有定義了就可以用 來然後你看這邊 根據指數率第二條 內外次方會等於次方怎麼樣 相乘 所以它會變成更號二 二再乘上 二更號二分之一 次方 我這樣寫可以嗎 指數率第二條 內外次方等於次方相乘 請問誰約掉 來你說 更號二 跟這裡的更號二是不是約掉 所以這個答案變成九的幾次方 九的二分之一次方 請問九的二分之一次方 我們有沒有規定 九的二分之一次方 就是更號幾 剛好不理我 就更號九 更號九是誰 就是三嘛 就這麼簡單 對不對 就這樣 就這樣結束了 來再看下一題 這每一題都很簡單 算的話你會覺得 這個怎麼那麼簡單 剛才那個怎麼比較難 對 因為數學難的地方在這裡 算的話就是簡單 來第三題我算給你看 上面是三的幾次方 更號十八次方 下面是二十七的幾次方 更號二次方 這兩個相除會變多少 你不要被他騙了 老師這長得不一樣 這個怎麼除 我做一次給你看 請問你 根號十八開出來是多少 你們到底行不行 根號十八開出來是多少 三根號二 三根號二 這是三根號二 對不對 我個人喜歡把它開出來 二十七 你告訴我 二十七是三的幾次方 三的三次方 好 然後不要忘記 外面還有一個幾次方 更號二次方 寫到這邊 有些同學已經知道答案是多少 但是沒關係 我再多寫一步 來你看 上面是誰 分子是誰 分子是三的幾次方 三根號二次方 下面呢 內外次方等於次方相成 三的三根號二次方 分子分母 分子分母 都是某一個數字 長得一樣 相處答案是多少 一 你有沒有覺得做題目很簡單 做題目只是在練習 這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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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數學難得是在這邊 這都一種Define出來 這個是最困難的 好不好 如果只是要算的話 那這個沒什麼 其實要算這個比定 電腦算就可以了 對不對 輸入一下電腦都可以幫你算 好 這三題結束囉 我們再來看其他的練習 這每一題都一樣 我跟你保證 每一題都一樣 接下來這個隨堂練習重要 這個比較多學生不會 來這個隨堂練習給他三個讚 我覺得這個比較多學生不會 這個講完應該就要下課了 已知喔 注意喔 他已知一個東西叫做3的x字方等於多少 等於2 然後第一題 他要問你9的幾次方 我看一下 等一下 我是不是看錯 是x字方嗎 不對 是a字方 3的a字方等於2 請問9的a加1字方等於多少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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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看成x覺得有點奇怪 OK 是a啦 好 這個怎麼做 來跟大家互動一下 還行嗎 還行嗎 有些同學我看數學好像已經 正確定了 走到盡頭了 這個怎麼做 這我告訴你啦 我提供一個我的想法好不好 我看到這個加1 我就會忍不住想做什麼 看到這個加1 我就會想要把這個式子寫成 9的a字方 再乘上9的幾次方 一次方 指數率第一條 先把它拆開 對不對 對吧 因為這個加1看起來很討厭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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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的a字方乘9的一次方 就是9的a加一次方 沒有錯 對吧 我看這個加1覺得很不爽 這看起來就是很討厭 對不對 先把它拆開 然後拆開之後 來你看喔 這個9寫到前面來 後面這裡 來你告訴我 這個9 9可以寫成3的什麼 3的什麼 平方 我這樣寫你可以接受嗎 好 然後接下來繼續寫 這是9 乘上 看我這邊喔 內外次方會等於次方怎麼樣 相乘 所以它會變成3的 慢慢寫 慢慢寫 3的2乘的a 對不對 內外次方數等於次方相乘 然後我再慢慢寫喔 它等於9乘上3的 請問2乘a跟a乘3是不是同一件事情 對啊 實數的乘法 2乘a跟a乘2 對不起 幹嘛要動三小 對吧 可以齁 實數的乘法有交換率 2乘a乘2 然後這個東西 我再把它寫成9乘上 這個是3的a次方 然後再怎麼樣 平方 你看慢慢寫都沒問題喔 對吧 2乘的a乘2 然後再寫成內外次方的形態 我們終於可以把這一題算出來 這個是9 乘上3的a次方題目有沒有說 是誰 2 所以你就把它帶進來了 這邊是2的什麼 平方 所以變成9乘以多少 2的平方叫4 9是答案是多少 36 請你相信我 很多學生這種題目是做不好的 我的個人經驗 很多人這個不會做 他看到這個題目 他就不知道怎麼下手 給你一個回饋 我個人看到這個加1 我會先把它拆開 拆開之後這個9就擺到前面來 然後去處理後面裡面這個9 就寫成3的平方 然後2乘a可以寫成a乘2 再換成這種形態 然後把已知條件把它帶入 已知條件是3的a次方 對不對 對吧 那3的a次方 感覺2 帶進去 哎唷 答案又算出來了 這種題目比較特別一點 這個題目應該要會 我盡量講的很慢耶 我感覺我的進度好像是全高1最慢的 我看別的老師都在教LOG 對 那LOG要跑 LOG其實也很快 如果要快 我跟你講我一節課就教完了 我都怕你們聽不懂而已啊 我這個LOG很難嗎 確定嗎 欸 好啦時間關係 我不會耽誤同學下課時間 剩下兩分鐘 大概就會先這樣吧 來 美女謝謝 阿龍 你還行嗎 感謝你 是不是睡著 Thank you